何鸿燊的秦儿媳其交 重返香港名媛圈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霍启刚的母亲朱玲玲 组织的港姐慈善组织 慧炎雅吉 在香港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慈善活动 吸引了大量的名流富豪来参加 其中众多港姐纷纷盛装登场 另外 霍启山、叶茜文、吕良伟、何求启、郑绍康等圈外名人 也是纷纷来参加活动 在这个活动上面 还有一个许多人熟悉的摄影出现 这个人就是何鸿燊的前儿媳其交 其交当天也是盛装出席 他穿着黑色礼服 同时搭配上一件无袖的白色皮草 显得非常高贵 其交跟何有启离婚之后 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上海 不久之前 他还成功拿到了双硕士学位 可以说其交这个姑娘并不简单 其交当天在活动上跟众多名人合影 显然 哪怕离开了何鸿燊家族 其交自己的人脉还是非常厉害的 其交作为一个上海姑娘 之前嫁入了香港千亿豪门 确实争议很大 因为其交并非是豪门出身 香港豪门一直看中门当户对 其交跟何有启的婚姻一直十分神秘 结婚很久之后外界才知道 这次何有启也是一起参加了活动 只是其交跟何有启在活动上面并没有合影 不过当时两个人离婚的时候已经说了 离婚之后也是朋友 会一起抚养孩子 其实如今内地姑娘嫁到香港的也是越来越多 比如说之前的福明侠 郭晶晶 还有这几年的西梦瑶跟其交等等 过去很多香港媒体都不看好 这些嫁到香港豪门的内地姑娘 比如说福明侠嫁给了梁锦松 人家明明感情一直非常好 还生了三个孩子 结婚都二十年了 可是香港媒体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传出一次他们离婚的消息 最近又有香港媒体说他们离婚了 另外 郭晶晶当年嫁给霍启刚的时候 香港媒体都说郭晶晶是高攀货家 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婷 在郭晶晶跟霍启刚的婚礼上发言 感谢郭晶晶下嫁到霍家 如今郭晶晶跟霍启刚结婚十一年 两个人也是成为模范夫妻 可是哪怕如此 很多香港媒体依然不看好他们 时不时就有各种不好的消息传出来 可是这些消息也都是子虚乌有的 西梦瑶嫁给了何由启的弟弟何由君 不过何由启是陈婉真生的 而何由君是良安齐生的 西梦瑶如今就比齐娇幸运多了 何由君的能力跟野心都比何由启强多了 何由启也已经三十多岁了 可是他的能力确实一般 至今事业上也没什么成功的 之前很多人说齐娇跟何由启离婚 主要是因为嫁入何家之后 连生两胎都是女儿 不过这个应该是猜测而已 更多肯定是感情的问题 何由启看起来依然是心性不定的样子 所以离婚也是正常的 对于齐娇来说 他如今还年轻 其实离婚也不是坏事 与其在豪门里面唯唯诺诺一辈子 还不如自由自在地生活 看看梁洛诗 他虽然没有嫁给李泽凯 但是如今生活也是很自由 梁洛诗如今一个人照顾三个儿子 也不差钱 而且没人管他 想要拍戏就拍戏 不想了也有人养他一辈子 甘比这样的 虽然成功嫁入了豪门 成为了千亿妇太太 可是他的人生毫无自由可言了 每天都得照顾一个 比自己父亲还大的刘兰雄 其实甘比也是很可怜 所以齐娇如今离婚也不是坏事 他可以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 很多女人都羡慕嫁入豪门 其实嫁入豪门一定都不值得羡慕 嫁给爱情才值得羡慕 这一点西梦瑶的态度就值得尊敬 他说如果没有爱情 他什么豪门都不会嫁 事实上西梦瑶也好 郭晶晶也好 嫁入豪门从不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不过是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而他刚好是出身豪门而已 关键还是他们喜欢的这个人才是重点 其实看看何游君跟霍启刚 他们的性格智慧 谈吐能力等等 哪怕不是豪门 他们也依然是一等一的人才 这样的男人哪怕不是豪门 一样也肯定是很多女孩子喜欢的 其实女人选择男人 可以说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投资 选择什么样的男人 也体现了一个女人的价值观 眼光跟见识 一个优秀的女孩子自然也会选择一个优秀的男孩子 其实选择另外一半 最重要的就是选择一个人生事业的合伙人 豪门千金下架穷小子 丈夫后来成为千亿富豪 他还给丈夫介绍三太 杨子琼在拿到奥斯卡影后之后 他在美国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 在这个庆祝会上 有一对母女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他们就是香港商界女强人杨敏德 跟他的女儿潘楚颖 杨敏德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他是香港富商潘迪生的第一任妻子 而潘迪生的第二任妻子 就是杨子琼了 不得不说 女人大放起来真的是让人想不到 甚至杨敏德的女儿潘楚颖 还认杨子琼当了干妈 这样的事情也是发生在了 何超琼跟刘嘉玲的身上 很多人都知道 许静亨是何超琼的前夫 两个人在1991年结婚 之后在2008年离婚 其实许静亨跟何超琼结婚之后 他曾经跟刘嘉玲 也是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 当时两个人甚至还私下订婚了 只是许静亨的父母不同意他娶刘嘉玲 于是两个人最终才分手了 可是多年之后 何超琼跟刘嘉玲却成为了好朋友 之前许静亨的父亲没有去世 他们还曾经一起陪着许静亨的父亲吃饭 不得不说 女人大放起来真的没有男人什么事情了 说到大方的女人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到 这个人就是何鸿燊的大太太李婉华 李婉华在2004年去世了 因为去世较早 所以关于她的信息一直比较少 很多人对李婉华也不了解 不过李婉华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她晚年的时候曾经拿到了葡萄牙女性最高的荣誉勋章 以表彰她对澳门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如果李婉华只是何鸿燊的太太 那么她肯定拿不到这个勋章 要知道李婉华去世的时候 澳门可是降了半旗 以表示对李婉华的哀悼 李婉华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 当年作为豪门千金的她 选择下嫁给了何鸿燊这个穷小子 李婉华的眼光也是非常准 找到了何鸿燊这个潜力股 多年之后 丈夫何鸿燊也是成为了千亿富豪 李婉华虽然自己一生不幸 遭遇了众多的变故 自己又是重病 又是遭遇车祸 而且儿子跟儿媳妇也是车祸去世 女儿何超英也是疯掉了 可是她在这个时候 依然总是想着何鸿燊 何超连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透露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她的母亲陈婉珍 其实是大太太李婉华 介绍给何鸿燊当三太太的 不得不说 何鸿燊真的娶到了一个好老婆 李婉华的父亲是澳门的大律师 也是澳门当时唯一的公正人 他们家族也是葡萄牙的名门望族 何鸿燊的父亲炒股破产之后 他又被拉去打仗 之后为了躲避被人拉去当壮丁 于是在亲戚的介绍下 到澳门恒昌公司打工 当时何鸿燊已经是一个落魄子弟了 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不过何鸿燊为人非常聪明 而且办事也是非常能干 于是在公司很快就受到了领导的欣赏 何鸿燊跟李婉华的姐夫是同事 他也是十分欣赏何鸿燊 于是就把风度翩翩的何鸿燊 介绍给了李婉华 不久之后 何鸿燊跟李婉华正式结婚 在李婉华的帮助下 何鸿燊也是拿到了澳门纺织品的专营权 何鸿燊也是因此而发家的 李婉华之后为何鸿燊生了三个女儿 跟一个儿子 李婉华的前半生有多幸福 后半生就有多可悲 他先是自己患上了重病 不得不做了大手术 之后身体就大不如前了 头发也掉了很多 整个人也非常瘦了 之前的美貌也是不在了 之后李婉华自己又遭遇了车祸 导致行动能力几乎没了 而且脑部也受到了重创 几年之后 李婉华的儿子何尤光 也是因为车祸去世 他的女儿何超英 也是因为离婚而精神出现问题 李婉华最小的女儿何超雄 也是一生都没有结婚 而且整个人是期盼无比 晚年的时候 李婉华不得不以轮椅为伴 长期也是只能卧床养病 可是在这个时候 李婉华依然心里念着何鸿燊 李婉华觉得自己身体不好 无法照顾何鸿燊 于是他看到自己的贴身看护 陈婉珍 做事细心 而且人长得也是十分漂亮 于是他就主动把陈婉珍 介绍给了何鸿燊 当三太太 李婉华如此大度的女人 也算是世间少有了 只是何鸿燊娶了三太太之后 还不满足 于是又娶了四太太何安琪 2004年李婉华因病去世 走完了自己可怜的一生 媒体问何鸿燊 这一生最爱的是哪个女人 何鸿燊说 最爱的那个已经不在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